來青森吃蘋果不稀奇 有更新鮮的玩法你不可不知 尋找樹冰 體驗各種雪上活動 品嘗赫赫有名的大金黑鮪魚 話不多說 趕快跟著我們飛去青森 今天你好可愛喔 今天我是一棵紅通通的蘋果 對 那我是一棵蘋果樹 大家看到我們這森造型 應該就知道我們來到什麼地方吧 對 那就是蘋果之鄉青森 那我們冬天來到青森能做什麼呢 冬天的青森其實也有一些 很棒的體驗行程喔 GO 就這麼走了嗎 還沒跟我們說是體驗什麼耶 說到青森 相信台灣的觀眾朋友 一定會想到蘋果吧 但其實冬天來青森 也有很多不一樣的風貌 像是位在青森市南部的八甲田山 聽說大嵐車上山 能體驗一個冬天才有的特殊活動喔 片長 你知道 我現在有點興奮 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這裡面 很多人在看我們錄影 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蘋果的車箱 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整片 其實是日本東北的三大樹冰之一 那在一二月的時候 如果我們來 你就會看到整片的樹冰 你看壯不壯觀 八甲田山的樹冰 與秋田三級山 山形藏王 並稱為東北三大樹冰 每年的一月到二月 是樹冰的最佳觀賞期 雖然我們來的時候 剛過了這個時間 但還是能欣賞到 360度的雪山風光 隨著纜車越往上爬 周圍的景色開始變成雪白世界 冷到連車站都結冰了呢 你看這個雪門 雪門全部都結冰了 每年11月到5月 八甲田山的滑雪場 變成為日本滑雪勝地之一 吸引許多海內外遊客 前來滑雪 當然如果你不會滑雪也沒關係 可以像街橫和特派員一樣 來體驗很特別的雪地健行 這裡你就可以租到任何雪具 包括我們要健行的時候 其實租一種鞋叫雪鞋 這種雪鞋 可不是我們一般穿來保暖的雪鞋 而是特地為了方便在雪地 行走的雪具 看起來像是把小雪板穿在腳上 穿的方式相當簡單 只要穿著原本的鞋子 再放在雪鞋上綁緊就OK啦 除了雪鞋之外 雪狀也是健行的必備裝備 兩位好像都整裝得差不多了 快來暖身暖身走走看吧 無法一般的行走耶 對 有一種突然自己長高的感覺 看特派員手腳如此不協調 正擔心他是否能平安上下身 原來穿雪鞋行走 要用拖著走的喔 這時居然由眼尖的日本遊客 認出特派員呢 謝謝 原來是發現特派員戴著蘋果帽啊 還以為紅到日本去了呢 學會如何用雪鞋行走後 就可以開始令人期待的雪地健行囉 原來穿雪鞋有這麼深啊 手腳不太協調的兩位主持人 真的要小心點 八甲田山是綿延十六座山脈的主崩 所以可以欣賞到三百六十度的美景 它這個空間很穩遠耶 這裡看到海是六座 然後左邊看到的半島是津軽半島 左邊那個就是津軽半島 然後在中心的那個派員 這個地方就是人口三十萬的 青森市 翔島先生說 在八甲田山 就算是晴天 也不一定能看清楚所有景色 往往只能讓進行遊客憑空想像 看來我們真的很幸運耶 在欣賞到這麼棒的景色後 客派員對於難得靜看的樹兵 實在很好奇 沙馬先生 這是樹氧嗎 樹氧的樹氧 它是落下了 但是 它是很暖的 這個樹是哪種樹 青森和土松 基本上是一千米到一千米 一千米到一千米到一千米 一千米到一千米到一千米到一千米 因為是在海拔一千三百公尺的山上 健行 所以才能看到青森段松樹 也就是八甲田山樹兵的圓貌 正在下樹氧上 表面柔軟的 中間硬的 但現在是柔軟的 我要伸出我的手指 真的有趣 它的觸感滿有趣的 所以它可以承受的重量 應該是很強 對 沒關係 它會有大小的 所以它會有力 很強 看看時間也進行一個小時了 兩位應該對水鞋相當熟悉了吧 現在就要來測試看看 你們的手腳到底靈不靈活 就在前方那裡有一個紅色的旗子 那邊有蠻有寶藏 誰埋在那裡的 是製作人 他說誰先找到寶藏的人就獲勝 好 好不好 謝謝我的道志 好 那我們就試試看 我要贏 看我的 還用好的 不能輸你 你腿差是不是 我跟你講 已經到了 好快 好快喔 好 然後咧 這麼快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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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是有一點讓你啦 你應該看得出來吧 草藍 草藍 我以為要挖很深呢 健衡 虧你手長腳長 還被小矮哥的特派員截竹仙燈 所以很可惜無法品嘗到 新鮮的青森蘋果囉 怎麼樣 好吃嗎 好喝 哇 青森的蘋果耶 真的很好吃 名不虛傳 當然好吃啊 這可是大名鼎鼎 遠近馳名的青森富士蘋果呢 走了這麼多路 好像應該來吃點青森在地美食 補充一下體力 我跟你講 接下來我們要去的地方很棒 什麼意思 就是你如果想吃 你就要自己釣 不是店長釣或是廚師釣嗎 沒有 你自己釣 知道有什麼好驚訝的 在台灣不就是有現釣先吃的店 你說自己釣是什麼東西 這裡 這裡 你看 釣繁麗貝 這是不是很少見 天啊 繁麗貝這麼高級的食材 竟然在這裡可以釣到寶 或許很多台灣人不知道 青森產的繁麗貝非常有名 產量去全日本第二 僅次於北海道 現在這個蝸蝸是怎麼釣的 這個平平的地方 引掛著 時間的制限度 時間是兩分鐘 兩分鐘 那目前店裡兩分鐘紀錄 可以釣幾個 兩分鐘就十枚 十枚 十枚有的人 這間繁麗貝料理專賣店 是使用青森露王灣 所捕獲的繁麗貝 每天要準備一兩百克的量 供客人點餐 而你也可以花五百日元 限釣現吃 限時兩分鐘 要到多少就能吃多少喔 接下來劍恆和特派園 也要來小試身手 開始 好緊張的 你怎麼那麼厲害 劍恆好厲害喔 才剛開始沒多久 就釣到一個 特派園是否開始心急了 什麼 我覺得你好像比較厲害 怎麼辦 他好像沒有辦法理我的意思 你怎麼 等一下 我現在有點惱怒 釣這個不簡單耶 你還要先誘迪騙他一下 特派園實在太遜了啦 一個都沒釣到 只剩下最後五秒囉 好好把握機會 是 我們都釣到一次了 最後的最後 雖然特派園只釣到了一顆 但其實只要是參加釣帆麗貝的人 都可以得到至少兩顆的保障分數 再加上劍橫釣到的四顆 總共有六顆帆麗貝可以吃 店家提供直接生食 鍋壽司 整顆帶可活好三種調理方式 現在就來吃吃看 自己釣的帆麗貝吧 這是雞刀 這是雞刀 這個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顏色 紅色是雞刀 白色是雞刀 白色是雞刀 雞刀 雞刀 帆麗貝一般很難分辨雌雄 直到春天繁殖期開始 母的帆麗貝會出現粉紅色的蛋 公的帆麗貝則是白色 所以要扭席才吃得到 帆麗貝好奇妙 什麼意思 它身體不同的部位的口感 完全不一樣 真的嗎 很像在吃海膽 健衡說得真貼切 帆麗貝的蛋吃起來 口感有點像是吃海膽 而白色的蛋吃起來更軟嫩 有點像豆腐的口感 另一道帆麗貝壽司 好像也挺肥美的 幸福是不是 我覺得你可能不會想要 再藏那一顆給我 這個帆麗貝壽司太好吃了 不用加任何調味料 就超級鮮甜 烤網上的帆麗貝 好像已經烤得差不多了 味道香噴噴 口水都要流下來了 烤得又有另外一種香味 它這個湯汁會把它的整個 再做一次的提味 烤鍋的帆麗貝鮮美程度 完全不輸生食 湯汁自然的鹹味 再加上火烤的香味 和剛剛生食帆麗貝 和壽司的味道非常不一樣 觀眾朋友來到青森 一定要來試試這個好吃又好玩的 限調帆麗貝喔